这个市农工商在中国,在世界呢,同样的适用 我们中国是中土,省便从公土大堂而来 农业,我们一直也是自给自足的,天然的土壤 中国是一个风水暴力 在世界上,都是非常好 然后,外国呢,蛮黄之地,他资源本来就少 一样,养成了他们这个野蛮之星 从这个中国,沿着这个,到18世纪,工业革命 那个具体的年代,1840年吧 是1640年,我忘了啊 这个,之后,英国大不列颠,那个时候 后来大航海时代,19世纪,说的都是大叔啊 不要管他是谁,哪一年 甚至说在哪里,都不用管,就是有这么个事 一定要领会精神啊,我这个记性啊 嗯,扩张,但航海时代,从工业发展起来 然后,航海,扩张到美洲,美国,各种的机缘 做成了这个多民族国家 不知道他是从哪来的,这么个国家 他们的人,文化才,才几百年 然后,融合也没融合好 嗯,这就是商业时代又开始出来 商业化,会吃掉所有文化 一个工业化,他的污染,已经足够了 但现在还在扩张 把资源,地底下全都挖空了 啊,地球都受到影响,地震 木霾,天上,地下 嗯,甚至说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大气油,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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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室效应 海水,风 全都受影响 白袖 这些都是 其根本原因 在之前 那真的叫天灾 现在我们人 所谓的能力 自主 给我们的地球母亲 能够什么样 这样风水流流转 转一圈 它转的同时 也是按照地理位置 你看到没有 日不落国 怎么不落 霸权 野蛮 扩张 然后 沿着地球 这个 英国 法国 在起初是荷兰 西班牙 这样转 翻到美洲 后来亚洲苏小龙 马上到哪 那怎么 那怎么 搞这个商业 下一个还是要试图 文化 就要兴起 这是横向的转 树向的转 我们还没有搞太懂 它也是有它的规律 可能它转刚好是沿着地球的这个自转 轴稍微偏向 这个七月很玄妙 只不过 我们称之为玄学 就是我们 还没有都能搞得太懂 但是有这么个事 确实 说不清 道不明 但是 事实发生了 我们才知道 所以说这个工业化 足够可怕 这个商业化 让现在社会的人 人心或者物质 物质文 西方带领 四百年 我们看现在变成什么样 只有用文来化 不然就 这个所谓科技 如果没有统筹 引领 我们下个月 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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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